喂 妈 我问一下 什么汤比较补气血啊 那个桂园呀 红枣呀 花旗生呀 这些呀 对女孩子啊 都是有好处的呀 我又没说是给女孩煮的 哎呀 你除了贺顿啊 还有谁呀 对 我还有个养胎的秘方 我一起叫你 妈妈 你想太多了 你不是要补气血吗 只怕何准说话说得太多了 亏气 我那个秘方啊 一样可以补气血 行 我都记下了 好了 谢谢妈妈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 你也起来了 都是因为某些人 害得我昨天都失眠了 我看你昨晚睡得挺好的呀 你尝尝 你做的 嗯 有点烫吗 怎么样 那我给你盛点 谢谢你啊 秦开衣 你 傻呀 嗯 我一会儿可能要去见一个人 见谁啊 F 你看看你 我跟你说 顿顿 嗯 你真的要好好地学做饭 要重视这个事情 你至少做的水平和妈妈要一样 不然妈妈死了就要饿死 妈 你说什么呢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你要饿死了我也跟你去 不行不行 可不能黏着我啊 妈妈洁癖你吧 去去去 去去去 坏蛋 最近怎么样 睡眠还是老做热梦吗 就那样了 妈 要不然你去跟我住吧 我不要跟你住 我现在自己住得多自由啊 那我回来跟你住 你跟我住 嫁不出去的 不行 是不是跟那个莉莉闹矛盾了 没有 我就是觉得 我回来住的话 每天去那边工作 这只有一个仪式感嘛 说得那么大 什么仪式感 骗我撒谎都不带脸红的 是不是闹矛盾了 没有 我跟你说吧 顿顿 有些问题呀 真的我要好好跟你聊一聊 你别不听我们这些老太太 要真的聊起来这些人情世故 能跟你聊个七天七夜说不完 我就喜欢听你聊 那你快跟我说个七天七夜吧 真的啊 好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傻丫头啊 看起来平常很精神啊 很刚强 其实妈妈最知道了 你内心很软弱 很脆 很善良 有什么事情 心里就堵得过不去 对不对 都能是这样 你知道人生啊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情 看起来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你好像随便 无所谓 扔了就扔了 遇到问题我就回避了 就不解决了 那人生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一个事 一个人 一个事 一个人 一件一件的 串起来才凑成你最终的人生啊 你不能老是回避呀 遇到问题就躲避 就放弃 那你人生怎么办啊 就拿这个莉莉来说吧 我不知道你们俩扰了什么矛盾啊 不管谁对谁错 你大赌一点 这么好的朋友 这么就放弃了 要勇敢地去面对 问题回避是解决不了的 你听见吗 就知道你是蚊子啊 妈 你别说了 知道了 不算了 莉莉 你在家呀 我以为你出门了呢 你要出门吗 对啊 你没事也没老在家窝着了 没事也找老钱 或者老爷出门散散心 我真怕我不在家 你又要在家被换 你要去谈恋爱吗 对 莉莉 我这段时间使得太忙了 所以 我没能观察到你的感受 是我忽视了你 对不起 不是 我谈恋爱跟你忙有什么关系啊 没事 别多想 我的意思是说 我对你的关心不够 确实是我的问题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两个坐下来一起聊一聊好吗 不是 老贺 你一定要让我每天都黏着你吗 就像个大闲人似的 等着你关心我呀 我就谈恋爱不至于啊 莉莉 你谈恋爱是个好事 但是我很怕你冲动行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谈恋爱我冲动行事什么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物质条件 是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看清楚这个男人 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他有没有想对你负责 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看到豪车了 我只是怕你又跟以前那样 又像以前一样 潘高知被人骗是吗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悲剧对吗 你知道吗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 我一直瞒着你 就是因为我受不了你 一直想要拯救一切人的样子 你好像总是站在 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我 我好像做什么都是错的 在你面前 我就像是一个 乳酥未干的孩子一样 是 我承认我就是喜欢有钱人 我就是缺乏安全感 我就是喜欢大叔 因为我缺少父爱怎么了 我满足我现在的生活 我会对我的选择负责的 好吗 莉莉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 你是缺乏安全感 所以你不是真的爱他们 你只是需要他们 你能明白吗 你能听我说完吗 我不明白 我不想去 你不能 你不能听我说完 你不是真正的爱他们 你只是需要他们 但请你相信 你以后一定能遇到 一个你真心喜欢的人 真心喜欢的人 什么是真心喜欢的人 你知道吗 你这么会撞 好好的机会摆在眼前 你只会逃跑 你知道你真心喜欢谁吗 就算你知道 你用勇气承认吗 搬起来以后呢 有任何问题 随时和管家联系 我后边再去帮你添置一些 生活用品还有家具 什么都不用担心 好 我 我呀 是真没想到 我的竞争对手呢 竟然会是一个女人 你要是再伤心的话 我会就要吃喝顿的醋了 我走之前 说了好多伤害她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我觉得我好自私 老贺是一个从来不会主动表达自己情绪的人 他这次一定伤心死了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们公司团建 我带着她去野外拓展 她被一个三四百箭的圆木砸到脚都没有告诉我 后来她硬生生地扛到团建结束 一拳一拐地走回家我才发现 她说她不告诉我就是怕扫大家的姓 怕我只顾着照顾她 她就是这样 从来都是想着别人的感受 从来都是过得小心翼翼的 从来都是忍着 但是我知道她内心其实特别地孤独 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我还这么伤她 我真的该死 现在我走了 她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只是为了不被她伤害罢了 你们两个好姐妹呢 就像两个严在一起的苍尔球一样 谁也理不开谁 还都能把对方看得透透的 她几根刺的你很清楚 同样 你的刺在哪儿 她也都知道 所以你之前说了那些伤人的话 也许 也许什么 也许正是因为你非常了解她 你非常知道她想说什么 又或者她准备说什么 你呀 只是不想听见 那些令你很伤心的话 所以你才抢先一步 在她之前说了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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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